富有诗书气自华,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 你可能不知道,美国虽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 却关押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犯人 在这令人吃惊的数字背后存在着一个每年数十亿美金利润的私营监狱产业 监狱本来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是国家惩罚矫正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但在金钱制上的资本主义美国却沦为了资本的囊中之物,变成了资本家的印钞机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犯了法要坐牢,他可以选择去公立或者私立的监狱 公立监狱和私立监狱有什么不同呢? 来看看美国最大的私营监狱企业,也就是美国成教公司的广告是怎么说的 在广告里,私营监狱被撩绘得非常美好 不仅住宿条件优越,不用跟其他犯人挤在一块,而且各项设施齐全 在那里,不但可以进行各项运动,还可以阅读,受教育,甚至学会一技之长 出狱后养活自己,回报社会 平时,只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每月还有几十美金的酬劳 看起来这么好的条件自然会吸引不少犯人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么好吗? 私营监狱为何新奇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这正是本书要告诉你的 本书作者谢恩·鲍尔是著名杂志《穷斯夫人》的高级记者 他曾获得国家杂志最佳报道奖 哈佛大学哥德史密斯调查报道奖 希尔曼杂志新闻奖等多个新闻报道类奖项 是一位资深的社会问题撰稿人 他在美国成交公司下属的维恩监狱工作了四个月 根据调查的情况写出了一篇深度报道 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本书就是在他这篇报道的基础上 加入对美国私立监狱更深入的调查扩充而成 相信通过这本书 你会对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的真实社会和人权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好 今天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讲述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部分 我们先跟随作者回顾过去 看一下私营监狱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血腥壁史 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回到当代 了解一下以美国成交公司为代表的私营监狱企业 到底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作者对美国监狱制度改革提出了怎样的建议 好 那么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私营监狱制度的由来和历史严格情况 根据作者的研究 其实 私人管理囚犯这事儿并不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 而是伴随美国整个历史发展 一直不断出现发展和衰亡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了解到它的发展脉弱 私人管理囚犯其实早在美国建国前就出现了 只是当时的美国是作为英国流放重刑犯的重要目的地 英国政府制定了运输法案 按每名囚犯5英镑支付给运输公司费用 到了殖民地后 英国政府允许这些公司代替政府处置囚犯 公司往往会把囚犯卖给美国种植园主 囚犯在星期内替种植园主劳动 这是私营监狱的第一次亮相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私人对罪犯的奴役 取而代之的是公立监狱制度 私人管理囚犯的第二次兴起 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战争解放了黑奴 让种植园主没有劳动力可用 与此同时 内战也摧毁了监狱设施 政府对如何安置囚犯也感到很头疼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由政府付一定的费用给种植园主或是工厂老板 把囚犯租赁给后者 比如密西西比州政府 每年支付给棉花大王埃德蒙·理查森1.8万美元 而且这些囚犯所有的劳动收入也归理查森所有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 资本家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怎么办呢 那就说服政府抓更多的罪犯吧 比如密西西比州在1876年出台了一项法令 规定只要盗窃10美元以上价值的财产 或是盗窃任意价值的猪或羊 可判5年以上的重刑 其他州也纷纷出台相应法律 解决了劳动力来源问题 当然需求大了后 政府也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了 资本家们现在得拿出他们 靠压榨囚犯劳动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给政府 资本家们为了在租期内榨取更多的价值 逼迫囚犯们超负荷劳动 囚犯们的处境有多惨呢 皮卡尤恩日报在1884年的一篇报道里是这么写的 对所有被判处6年以上监禁的囚犯处以死刑 可能会更人道一些 因为囚犯们的平均寿命不超过6年 同时在租赁囚犯最活跃的路易斯安那州 最高的一年里有20%的囚犯死亡 大量的囚犯非正常死亡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重视 终于在1905年 罗斯福总统签署法令终止了囚犯租赁 美国又一次回到公立成交 虽然美国私立成交两次遇到挫折 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能有赚钱的机会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旦时机成熟 这些想进入成交领域的资金 一定会卷土重来 美国的里根政府在80年代的打击毒品战争 加上警察执法和司法量刑标准变得更加严苛 让公立监狱的囚犯爆满 这时以美国成交公司为代表的私营监狱企业 就打着为政府分忧的旗号 名正言顺的粉末登场了 这一次和以往不同 过去那些资本家们 主要还只是钻钻政策空子 打着替政府减负的幌子 利用租赁上的管理权利为自己牟利 但是美国成交公司这样的企业 确实真正开启了监狱 而且运营也和公立监狱基本一样 美国现代的私营监狱制度 真正建立了起来 所以这才出现了前面说到的 囚犯可以在入狱前选择去公立 还是私立监狱的情况 那么私立监狱是否真的如广告里说的 那么好呢 就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看看美国私营监狱究竟如何运营的 又带给美国社会什么样的影响 作者卧底工作的维恩监狱 所有者美国成交公司 是私营监狱市场的领头羊 下下监狱的铺位可以容纳8万名囚犯 在作者卧底工作的这一年 美国成交公司的收入高达18亿美金 净利润超过2亿美金 同时美国成交公司对外发布的报告称 私营监狱可以在不牺牲管理质量的前提下 做到比公立监狱高出50%的管理效率 诚然私营监狱向州政府收的费用 一般要少于公立监狱 比如州政府对维恩监狱的拨款 是按每人每天34美元算的 而该州的公立监狱的人均费用 约为52美元 乍一看这还挺省钱 但是从私营资本的角度来说 真的能用这样的价格做到既赚钱 又兼顾社会责任吗 作者的调查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据作者掌握的资料 美国成交公司能发财的秘诀 主要可以分成两点 一个是节流 一个是开源 我们先来看看节流是什么情况 顾名思义 就是能省则省 管理费收入是固定的 要想赚取更多利润 只有变着法子 节省开支了 美国成交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就拿作者在维恩监狱 遇到的情况来说 预警的工资 只有一小时九美元 低于公立监狱的十二美元时薪 不但工资低 实际预警在港人数 也是要少于合同规定的数量 本来合同规定 维恩监狱的预警人数 要达到三十五人 但在作者工作期间 实际人数一直不超过二十九人 预警待遇如此 其他的设施和配备 也就可想而知了 各种活动式长期被关闭 犯人只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 那广告上那些运动学习福利呢 不存在的 囚犯的身心健康问题 更是无足轻重 一千多人的监狱 本来应该需要 十个以上的心理医生 结果只有一个社工 在超负荷工作 美国成交公司 在拼命压缩成本的同时 也想方设法 把费用转嫁给政府 为了减少医疗成本 公司在与政府签订的合同上 规定不接受慢性精神疾病 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囚犯 除了无所不用其籍的 所谓节流措施 私营监狱为了接受更多囚犯 维持丰厚利润 也绞尽脑汁 进行了所谓的开源 他们不惜花费重金 资助政治游说团体 影响政府政策和国会的立法 提高执法和刑法的严厉程度 这就使得更多的人 因为被加重刑罚而送进监狱 保证了他们的收入来源 当然 利用囚犯的廉价劳动力 加工产品获利 依然是他们的传统拿手好戏 只不过 在美国各界高举 人权大旗的今天 他们不能再像前辈资本家那样 肆无忌惮地压榨囚犯了 私营监狱企业 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 大幅度压缩的运营成本 导致了狱警等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同时也使得囚犯们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 作者所在的维恩监狱 恶劣的工作和囚禁条件 让监狱内的暴力问题增多 伤害和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2016年联邦政府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私立监狱里囚犯间的暴力行为 要比公立监狱要高出26% 警被松懈导致犯人持有武器的数量 是公立监狱的两倍之多 越狱等现象时有发生 犯人有自杀的危险时 狱警通常都是置若罔闻敷衍了事 有位犯人就因狱警的忽视而自杀身亡 死亡时体重仅有30公斤 同时为了方便管理 监狱对犯人的基本人权也极为漠视 狱警不仅经常无理由没收囚犯家人的来信 还严格限制书籍 宣传种族平等的 或是个人权利方面书籍等都会被没收 私人监狱企业为了获利 还会做出延长犯人刑期的勾当 有位维恩监狱的犯人 只因未到规定时间 就擅自拿来扫把打扫浴室 而被加判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公司会获利近1000美元 那么犯人因为生存环境而投诉 又会如何呢 一位狱警表示 这15年来几百件投诉里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得到了解决 犯人在监狱里得不到应有的对待 出去后再次犯案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美国犯罪率连年居高不下 就和私营监狱的管理失灵有很大的关系 本来私营监狱是政府为了节省开支的举措 希望通过失常的方式高效地解决问题 但从结果上看 除了私营监狱公司大赚特赚外 无论是狱警囚犯还是整个社会都是输家 既然私营监狱无法解决问题 甚至会制造出新问题 那么面临诸多问题的美国政府 又应该如何抉择呢 这就来到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部分 看看作者对私营监狱的问题有什么建议 这第一个建议 当然是需要政府担起应有的责任 不应该再把监狱成教 这样的关乎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事情 随意地推向社会了 在作者的报道刊登出来后 一些州的政府机构积极响应 派出第三方审计机构 对私营监狱进行更为详细的审查 结果发现对政府来说 盈利性的监狱比公立成本要更高 只有改善公立监狱的条件 才是有效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正图 其次更加治本的做法 是在立法层面上的改革 以更加人道和更加宽容的方式 降低定罪率 比如2018年出台的名为第一步的法案 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法案使在2010年奥巴马任期内 通过的公平量刑法案具有追溯效力 放宽了强制性最低量刑的尺度 使法官拥有更多自由裁量权 并将三次以上重新犯罪的刑期 从无期徒刑减至25年徒刑 而狱中表现良好的犯人减刑天数 由每年47天增至54天 并规定提供更多狱中职业培训 和康复治疗的服务 参加项目的犯人将获得减刑时间 从优对待年老怀孕疾病缠身的犯人 法案的出台使得几千名犯人受益 从而有效地减轻了监狱系统的负担 希望国内人权问题产生的美国 能够在甩掉犯罪大国的帽子的道路上 越走越好 好了到这里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分享完了 让我们在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在第一部分里 我们跟随作者一起 翻开美国的历史 回顾了私人监狱行业的起源 和发展变迁中的重大事件 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看看当代私人监狱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最后我们了解一下 作者对解决私人监狱所带来的问题 有什么看法